氣氛部會怎麼樣子 藥馬就在GroundState嘛 對不對 藥馬就是在EV的激發鈦嘛 對不對 正常情況下因為這能價仗太高了 13.6EV跟我們講的熱能量0.02EV 差百倍 差百倍嘛 對不對 正常情況下不會自己都激發上去啦 對不對 正常情況下 不會激發上去 對不對 正常在講什麼 三百天的能量 室溫三百天的能量 它等於什麼 應該這個星啦齁 能量三百天 等於什麼 TTT嘛 對不對 等於1.381 乘以10的負23 再乘上300 對不對 這等於多少 三乘上這個東西 三三得九嘛 但是這有八 所以大概是四嘛 對 等一下再說齁 所以大概是4 乘以10的負19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有兩個0嘛 呃 錯了錯了錯了幾十九 扣一個0兩個0嘛 對不對 負21嘛 對不對 那這個單身是什麼 交我耳口 對不對 那我們拿實際上1.6 乘以10的負19嘛 是不是 所以這兩個消一消變成什麼 負2嘛 對不對 負2嘛 那1.6跟4 不到3嗎 2點多嗎 是2點多倍 所以實際上是大概 沒有記錯的話 25.8啦 m1 m就是12.3 大概是0.025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多少 13.6 13.6 跟0.025 差多少倍 這三個0 對不對 消掉 1 2 3 25 25的話 45 5 就剩下160嘛 對不對 大概500多倍嘛 差差倍嘛 對不對 正常的情況下 是不很會激發的嘛 是不是 可以理解嗎 齁 好 雖然我們的排名方式呢 雖然說不可以激發 但是我們剛才第一項都會寫 雖然之以大量 G0加上G1 意思是要負 θ1 那θ1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能接差3k嗎 跟我們下面定一樣 上面是能量 下面是屬於摩子般的乘數 好啦 那G0跟G1 都是什麼 G0就是ground state嘛 G1呢 是第一個激發鈦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這兩個鈦呢 這兩個鈦呢 因為上面那個鈦呢 實在太高了 所以基本上 我沒這個鈦都不會出現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大概就是G0 那G0的話 沒細唱 為什麼 他是常數嘛 你怎麼去圍分都是死 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 這個 再試問一下 我們去考慮這件事情 除非你到了太陽 對不對 到了太陽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太陽有個度 百萬度嘛 表面沒有百萬度 而且沒有三億度 對不對 這個就要考慮 所以電子激發我們就給他 好 所以四種激發都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打四種 平一的 震動 轉動 還有電子激發 對不對 四種都講完了 那 所以講完了呢 我們可以好好來講 這個雙元子分子 它真正的比這 應該是個樣子 好 那所以雙元子分子的比這 首先來看 假設我們把所有的這些比熱 冰魂比熱 水溫度還是把 全部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那麼比熱應該怎麼樣 CV成這樣 CV就是這個 平衡的比熱喔 加上 CV的什麼 轉動的比熱喔 加上CV的震動比熱喔 本來應該加一個CV的電子 電子 電子不要管它 但太高了就管它 那管這樣就好了 就這三個 OK 好 那考慮這三個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前面算式加起來喔 平衡 2分之3 NK 這沒有問題 那這個轉動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室溫嘛 就是用NK來帶就可以了 震動呢 震動我們要寫到這個字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這個表 你看喔 雙元子分子的 震動的特徵溫度 6千多 2千多 3千多 4千多 對不對 這都非常非常高啊 高很得了 這個溫度其實很多都已經解決了 如果真的到這個溫度的話 所以 對啊 慢慢講一點 這個溫度 是想像的一個溫度 就是說它的能量相對於溫度的話 大概是那麼高 可以不表示它要出來的溫度喔 有意思嗎 我們在物理上有時候很喜歡用溫度來代表你的能量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常會說 這個大祥子對方說 我們要模擬宇宙創生 100億度的溫度 那100億度的溫度 事實上你換成對一顆電子 或是對一顆子來說 它的能量很低啊 它的能量是很低的 它可能連那個一個低音膠的都很大 對不對 但是把一個低音膠的能量灌在了電子上面 就很大囉 對不對 那它相當 它得到這個洞 你把它換成 處理天理換成溫度的話 它可能是記憶度 所以為什麼它加速電子啊 去做對撞 然後說這個對撞會等於 宇宙創生之後呢 100億度的溫度 就是這樣子來的 了解意思嗎 就是這個死宰了 你的KD 等於二位之一 等於一位之一 你加速的時候 不要用這條小鈴鐺 因為你加到快的時候 就是距離光式 對不對 假設一百億度 一百億度 一百億度 一百億度大概怎麼樣 一百億度是十的 十次方對不對 十的十次方吧 一百億度 二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十一 十一次方 十一次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波斯幡常數 十的 或十三啊 對不對 整起來大概是吧 十的 負十一次方嘛 對不對 大概是焦軟 對不對 能量 就算我們說以電子來看 直至號 加速 我們通常是加速氰圓值 Kag Press 2 這就沒有變值的氫嘛 這個值值嘛 對不對 這要找1.6x10的 1.67x10的多少 負27四半公斤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質量嘛 乘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一比一方嘛 對不對 就剩27就好了啦 這個比較爽 剩27 27分11 這個除過去會變成多少 剩27在下面嘛 副11在上面嘛 所以等於10的幾次吧 16嘛 對不對 108嘛 對不對 開個道變得多少 比1多少 10的8四方 來 光速是多少 大元等級 它是不是要加上精靈光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精靈光速它才能產生這麼高的溫度嘛 是不是 有沒有概念 有概念啦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用溫度的概念來代表怎麼樣 那它這個概念就是說它真的要加到這個溫度 這樣說法也不太對啦 就是它就是一種能量的單位而已 好 所以回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說氫它的振動溫度是6140 並不表示 氫到6140的時候 它真的已經離子化了啦 它只是說它的振蕩能量相當於這樣的一個 要激發它的振能量相當於給它這麼高的溫度 你可以透過別的方法激發它振蕩 但是你隨便用這個動作來要激發振蕩的話就要這麼高了 就這個溫度 好 所以我們的振蕩呢 就要想這個式 你不能用這個趨勁的式 因為室溫對轉動來說很高對不對 因為轉動都只有十幾度嘛 就是氫也要85 85K嘛 所以呢 它在室溫這樣大一定是它的T升大 T升大的時候它趨勁值 那移動也是 好 那振動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這3的式子呢 把它加起來整理一下 NK 2分3 NK 所以我們把NK都提出去 所以1加2分3是2分之5 後面造型對不對 就長得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OK 好 所以呢 假設我們這個 這個系統呢 在低溫的情況下 剛剛低溫的情況下 前面兩個不會激 然後這個 這兩個不會激發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我的這個 一熱龍呢 P就除掉了 是要這樣子 好 好 那溫度增加的時候呢 超過了Sika的Pater 我覺得變 前面那個第二下就激發了 第二下就激發了 第二下就激發 所以呢 雖然1分之5 但是呢 震動你怎麼呢 還是會不會激發 因為差太多了 300P跟6000 比起來 就是不激發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看這個是不是 很低溫 只有這個激發 這個不激發 這個也不激發 對不對 對不對 大陸高於Sika的 這個也激發 像是2分之5 那 高於他要高於多少 大概你只要幾十K 就可以激發他的 那在溫度增更高呢 你要到5-6000K 所以一般溫度 不會激發他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般 比這種 雖然1分的流行 這個是 就也畫圖了吧 對不對 告訴你怎麼樣 室溫下雖然是5分K 而這個呢 是不見的 除非你溫度一直高到 好 好 激細還有可能 對不對 激細還有可能 達到目前為止前激發 對不對 你去把激細加熱到 800K 你就能看到 他的鼻的總是 2分之7嗎 對不對 喔 那室溫呢 激細會是2分之5嗎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 他要現在慢慢畫上去 那個形狀 是不是 現在是幾度都可能 都可能 好 OK 好 所以這樣鼻為什麼 只畫成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地方啊 這要凸起來一點點嘛 對不對 因為他先激發了什麼 震動嘛 對不對 講錯了 轉動 對不對 好 這樣有問題 那所以古典的這些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謎團啊 因為這個謎團啊 就這樣 就會被剪掉了 就這樣被剪掉了 那這個高溫 就是我剛剛講 我就不再說了 好 OK 那 高溫多講一點 我們在高溫的時候 我們在高溫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這個震盪頻率啊 是 等於2分之1分 跟到天氣連碼 還記得嗎 這個 這個 這個知道 這個沒有影響啊 講到 2拍 一過來就2拍F 2拍F 2拍F是我們講 我們1拍A跟到天氣F 這總知道 對不對 好 那我想說你講這個 因為 剛剛我們不是說 他的震盪的溫度 是5-6000K嗎 至少要3000K嗎 除了0米以外 對不對 溫度很高 所以呢 你的什麼 溫度很高 你的震盪頻率很高 好 可是你要到了這個溫度的時候呢 他知道沒帶話 以去你的分子會怎樣 就解禮了 Action 就是所謂的什麼 分離了 對不對 因為他能來已經帶了 他束縛能分 他兩個一起束縛 所以就不會存在了 所以這個通常2分之7很難去看到 你要選擇對的這個情形啊 好 OK 好吧 所以呢 古典的這個東西呢 古典的這個東西呢 經過我們的量子統計 就會完美的前置他 這也是我們這個量子統計的理論 這一個非常接觸的一個勝利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去做出來這個統計 完全都符合了 而且可以解決這個氣體的問題 好 所以古典的20總算全部都解完了 我們走上 走上可以慢慢的邁向這樣子 現在有一個問題 氣體的問題 是不是全部解完了 對不對 GIS PANDAX總計也解完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為什麼比熱狼呢 會長這樣子也解決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古典的全部丟掉了吧 全部都解完了啊 古典的問題啊 對不對 這個物理學家要失業啦 是不是 不是嘛 我們要邁向量子嘛 對不對 好 15章的作業就是試題啦 下個禮拜的這個時間教 好不好 可以嗎 一定要可以嘛 對不對 是吧 好 剩下5分鐘 我們講個開口就好了 你看啊 氣體解完了 那我們補典裡頭沒有解釋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們補典裡頭 那也是補典的問題啊 氣體的比熱狼可以算 那固體人呢 其實固體的比熱狼 我們有在一般一集 有遊戲啦 杜龍跟伯特兩個人 這個 Durong跟這個 Pitting 杜龍跟伯特這兩個人呢 他有發現了一件事情 固體的比熱 都會趨近於3R 趨近於3R 其實這個固體 你們三位以前沒有散過 但是 這個還是發生在古典年代的事情 那為什麼固體的比熱都會趨向於3R呢 那應該寫3NR N是你的這個 一個陌網裡頭 有原子的總數 3NR 為什麼有這個現象發生 其實它是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固體的這個熱狼 好 雖然固體不用在 在我們的Condensment的明太物理頭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我們這些 這個 古典的動力理論呢 我們如果假設 加上這個統計的概念 統計跟量子的概念 可以來解釋很多事情 好 那 杜隆和伯特 我們之前講的 葡萄跟這個 他們兩個人呢 發現我們 這個比熱龍 固體比熱 大概呢 會等於2.4乘上10的4次方這個 這個就是3R 對不對 R是8.314嘛 8.324 就大概是這個值嘛 對不對 知道嗎 好 我們的R大概是8.314 對不對 所以3R呢 就大概知道8.24嘛 3顆球嘛 對不對 大概是這個值嘛 對不對 好 他就說啦 杜隆和伯特 發現固體的比熱龍 C大概是這樣子 RX3 那嚴格來講應該是3R 什麼叫3R呢 什麼叫3R 比如說9個例 今天我們講鐵 鐵那個比熱龍 室溫下當然會去3R 那假設M1 2O3呢 他應該是3乘上 他要5個元素 3乘上0乘上R 好 一直在推 一種元素代表一個R嘛 對不對 這個一個末爾的頭 有兩個鐵 三個氧 對不對 所以會等於15R 一直在推 這樣可以理解嗎 每次講到這個 我就想到我在 我試問考試的時候 就被問了啦 我去做了一個實驗 那個 我的這個 我的 這個 畢業路人的這個材料 是一個 這個材料 大概是這樣子啦 有些參差就不管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去做實驗的時候呢 UPR 4R 3R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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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做實驗之後 我有兩個樣品 一個樣品 一個樣品 大概是畫起來長的這樣子 第一個樣品 畫起來長的這樣子 然後呢 我的 口試委員 他是做評論的專家 他看了這個圖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來 你知道什麼叫做 杜農果定律嗎 然後我看了那個圖 我突然認了一下 很糟糕 他講這個我已經知道 好 我錯在哪裡了 蛤 在這裡齁 看一下幾個元素啊 五個元素對不對 對 這要全三倍嗎 不好意思 全都全三倍啦 不好意思 好 這有五個元素啊 所以我 你會讓我的 在四位教學去這樣一宿嗎 對不對 結果我實驗子的畫 都只有這樣子而已 要說我實驗有出問題嘛 對不對 後來回去檢查 我的質量清楚了 質量清楚了 可是呢 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問題 做完實驗之後呢 你太埋首於什麼 你只要微觀物理現場 你忘記了最基本的物理 對不對 最基本的物理 告訴你說 你這個東西要趨向你三分啊 對不對 結果呢 忘記了 就是畫 實驗子這樣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結果呢 聽這個老師回家的檢查 真的我質量清楚了 因為那個 去看實驗就 原來是 我趁著那個 趁著那個原子的質量 沒有扣掉 所以 即使是這麼簡單的物理 他也告訴你很多事情 所以 你在博士班口述時候被電啊 你當然也不會記得這件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很多地方 可能老師沒有跟你們講清楚 趨向三 是因為你這個原子 如果你要很多的原子的話 你要承他恩肺 不是受原子 就像三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問題又來了 為什麼保麗龍 跟體 保持溫度的能力不一樣 你把一個熱包子放在體鑽一下就很漂亮 對不對 你把一個熱包子放在保麗龍裡頭 你可能到天黑的時候還不會冷對不對 為什麼 那 比熱跟熱包子不一樣 對不對 那 為什麼保麗龍可以 保住比較多的熱 因為他有分子是高分子 恩子很大 對不對 你要加熱他一度 你不會感覺他一度很困難嗎 所以他可以保持熱啊 是不是這樣子 好吧 就是成年皇室 我們下次再來說 好下課 好